一种带刺的花泥丘 580元一斤 我就说这一句话 就是有人要想吃 上万都没有了 一种台湾的大泥丘 给多少钱它都不卖 好多钱了 好多钱了 我这是叫定金的 鸭子堂的泥把当饲料 是科学还是胡闹 你搞了个泥土干嘛 你家没有泥土吗 一个八年没联系的人 如何帮他找到新的财富突破口 他不认得我了 他感觉很近 你是 坎四川省的王亮 如何水中捞金 实现财富梦想 欢迎收看支付金 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在四川省内江市有一种泥丘 因为品种稀有 价格特别的昂贵 高达四五百元一斤 报道还说 这种泥丘身上有花纹 头上有刺 大家都知道 目前泥丘一般二十多元一斤 最多三十元一斤 不得了了 那么这四五百元一斤 是一种什么样的泥丘呢 这种泥丘真的存在吗 带着种种疑问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内江市 这里是四川省内江市 2013年11月3号 记者来到这里 调查一种能够卖到四五百元一斤的花泥丘 你好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泥丘 二十多千斤 二十多千斤 有没有几百元千斤的泥丘 几百块钱的 哪里来 没有啊 没有 几百啊 啥是几百 黄金的几百 哪里来的 就是内江的 不知道 而在一家酒店里 记者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这里的经理告诉记者 这种花泥丘 有 他们店里就卖过 五百八 五百八 嗯 对 五百八一只泥丘啊 对啊 这位经理还告诉记者 这个季节出再多的钱 也吃不到这种花泥丘 我就说这一句话 就是有人要想吃 三万都没有了 现在 对 当地有没有这种高价花泥丘 记者又走访了另一家水产市场 这位卖泥丘的商贩告诉记者 这个季节 要想见到花泥丘 只能去找一个叫 王亮的人 王亮 王总他们的养子 还有其他人的养子 没有 只有他在 只有他一家这样 他就是王亮 见记者来采访 他马上给记者捕捞了一碗花泥丘 他告诉记者 花泥丘对水质的要求很高 捕捞要特别小心 必须把泥清掉 对 把泥清掉 那个水菜清凉 然后花泥丘才不会被水昏降死 而且捕捞花泥丘的时候 要把这个大的雨拿开 否则它在里面乱穿 会把花泥丘挤死在里面 对 它很小 它没有这个 没什么密切 对 你看 这下面 全部是花泥丘 你看 对 多好的花泥丘 你看 这种泥丘全身长满了这样的花纹 也称作花泥丘 目前市场上都是野生的 像王亮这样 能够人工繁育花泥丘的 整个内疆市几乎没有 就这一斤三四百斤 现在六百了 六百 现在六百块钱 六百一斤都不一定买得到 花泥丘生长在长江中上游 只有五月到八月才能捕捞到 因为稀有 所以价格很高 目前王亮虽然能够人工繁育 但仍处于实验阶段 王亮告诉记者 其实在他的养殖场里 大量养殖的是一种更加特别的泥丘 这种泥丘同样养殖四个月 个头是普通泥丘的三四倍 而这种大泥丘 王亮说给多少钱也不卖 好多钱 好多钱 带着钱呢 我都是交定金的 跟他们说五百块钱一斤 或者八百块钱一斤 他不卖啊 就是不卖 就是不卖嘛 就是我们来了两次 他就五百块钱 我不卖给你 五百块钱 王亮告诉记者 他要用这种大泥丘 做一件大事 如果这件事能够成功 明年 他的这种大泥丘销售 前景将不可限量 这个泥丘苗也不卖 种也不卖 所以明年大干一场的 来我弄个摊 这种被王亮 当成宝贝一样的泥丘 到底是一种什么泥丘呢 而王亮 要用这种泥丘 做一件什么大事呢 这里是位于王亮老家的 一个废弃的泥丘养殖厂 这也是王亮六年来 第一次回到这里 看着到处长满的野草 和布满灰尘的家具 王亮落泪了 2007年9月的一天 这里发生了一件 让王亮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事 他被迫离开这里 而这一走 就是六年 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过了六年 王亮还是无法释怀呢 2001年 王亮老家水口四村 很多人都靠着养泥丘致富 他也不例外 刚开始 大家都去野外抓泥丘 回来自己养 但没过多久 王亮就发现 这样养殖存在一个问题 我发现野生苗确实不能养 也养不成功 因为他伤亡大 死亡力大 野生泥丘难养 王亮蒙发了一个想法 他想自己繁育泥丘苗来养殖 而就是这个想法 差点把王亮逼上了绝路 从2001年到2006年 五年时间 王亮一心扑在泥丘的育苗上 他甚至把家都搬进了养殖场 继续花光 王亮就四处借钱 五年下来 光借款就高达三十多万 同有三十借 向银行贷 甚至有些是高利贷 五年不挣钱 还赔了三十多万 在很多人看来 王亮就是个死老金 你老师借钱 你怎么还啊 这个东西又没有挣到钱 哎呀 我这个人真的 他今天回来说 快抢了 这个人真的是 死老金 还是说 死老金还高 外人不理解 王亮自己心里明白 他这么做 也是被逼无奈 你不可能停 现在以前没有停下来 现在更不能停 放去打工以后 我要挣那么多钱还账 怎么还呢 三十多万的外债 逼着王亮不得不坚持下去 但希望在哪里呢 2006年10月的一天 王亮的养殖厂 来了一个叫爱通的年轻人 背着一个小 一个胯包 穿上一个运动鞋 你看这个小孩子似的 而此时 还在被育苗忙得焦头烂额的王亮 还不知道 他的命运 由于爱通的出现 将发生巨大的改变 当时爱通 刚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 听说了王亮五年都反育不出 尼丘苗的事 对于王亮的遭遇很是同情 爱通观察了一下王亮的养殖厂 随后他向王亮夸下海口说 三五天就能解决育苗不成功的难题 此话一出 吓了王亮一跳 三五天 不超过一个星期 我就能把这个给你做好 我说这样 半个月 三天太短了 你能把它做好 我就敢马上录用你 还直接给你分股份 王亮的承诺 让爱通干劲更足了 第二天 爱通带着王亮 来到了一个养鸭子的池塘边 说要下去捞一样东西 记得采访时 爱通带着记者 又来到当初的鸭子堂 他告诉记者 有了这样东西 育苗就不是问题 这鸭子堂里 到底有什么好东西呢 这些呢 这些好不好 这些还可以 这些还可以啊 但不是最好的 泥巴就是当时爱通要捞的东西 折腾了半天 就是为了捞这些黑乎乎的泥巴 爱通的做法 让王亮哭笑不得 他做的事我也不理解 我也不懂 你搞了个泥土干嘛 你家没有泥土吗 那只爱通不仅要挖泥巴 他还告诉王亮 这挖泥巴也要讲究个技巧 对 这个有用的只有面上的百分之 就是十公分左右 就是这层 这层有用 这层就没有用了 这层就没有多少用处了 挖个泥巴还有这么多的讲证 这爱通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泥巴拉回来之后 被倒进了这样的一个水泥池里 爱通告诉王亮 三天后极限分晓 三天之后 爱通让王亮 把这些泥巴泡过的水 撒到泥丘堂里 奇迹出现 这次的泥丘苗居然不再死亡 成活率还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 这些泥巴里 到底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呢 对水花来说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没有它 水花的葫芦里 永远都提不起来 这个就是轮虫 在显微镜下 记者看到了 爱通所说的这种轮虫 哪是轮虫 这是轮虫 新生的泥丘苗 又称为水花 由于太小不能吃饲料 只能吃这种肉眼看不见的轮虫 而这种轮虫 在养鹅养鸭子的水塘里容易生存 爱通 这才去挖鸭子塘的泥巴 回来培育 其实 用轮虫来喂泥丘苗 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但王亮并不知道 他自己也没有文化 很多专业方面的知识都不懂 都是听别人说 这个行 他就这样做 结果不行 听那个说 那个行 他也做 结果还是不行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王亮育苗成功的第二年 那江市发生了十几年不遇的特大洪水 王亮的养殖场一夜之间被冲垮了 刚刚燃起来的期望瞬间化为了泡影 伤心的王亮更是远走他乡 此后六年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的泥丘苗比市场卖价便宜一半都没有人买 他该怎么办 没有名气 你说不服人家 花泥丘忽然死亡 他从中发现了什么秘密 我马上把它抓住 你看又出来了 又出来了 看见了吧 王亮要如何绝地反击 用带刺的花泥丘赢得伤击 田家镇 离王亮的老家大约六十公里 2008年 王亮争取到了五十万元的无锡贷款 把养殖场搬到了这里 这一年 王亮的泥丘苗涨势很好 但却遇见了另一个危机 当时的市场价 野菜市场价都二十块一斤 我们的苗总是十块钱一斤 我们的成本都不值这个价 然后叫大家来养 养好以后我们再扩大我们的影响 没想到没有一家来 为了打开市场 王亮挨家挨户上门去推销自己的泥丘苗 并按照当时市场价格的一半买 但就是这么低的价格 村民们还是不买这 我们心里面就这样想 他的技术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 我们这边拿来养 怎么样 就不知道 所以说当时十块钱给我们 我们就不敢 养着赚不了钱 是一样 觉得不赚钱 是啊 就不赚钱 你肯定没人养 大家不信任王亮 所以都不敢养他的鸟 王亮觉得 这都是自己没有知名度的原因 没有名气啊 你说不服人家 如何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呢 王亮想了很久 他决定去做一件行业内 至今没有人干成的事 他认为 只要这件事做成了 自己很快就能出名 这里是四川省内江市飞渔制 每年的夏天 雨水最多的时候 当地渔民都会赶到这里 来捕捞一种非常稀有的泥丘 下大雨的时候 这里到这个地方 全部是瀑布 冲水水很大 你冲起来这样翻转来 这一届的是瀑布 好 渔民就从这下面 用来搞网铺 都是人的 到处都是人 都是人是吧 就是夏天的时候 它的话 有意买是夏天 是吧 然后空气 那些人躲得很 大那天都在这里 渔民们争先恐后来捕捞的 就是花泥丘 每年的五月到八月份 花泥丘就会逆流而上 聚集在这里 因为捕捞器只有短短的四个月 导致这种泥丘的价格 非常昂贵 四百亿上了 四百亿上 四百亿上了 这么贵有人买吗 有人 到几九点了 或者那些人买出来 甚至赏钱嘛 由于价格昂贵 很多人都希望 能够人工繁育花泥丘 但一直没人成功 而王亮要做的 就是这件 没人做成的事 即使没有量 我要把它养出来 养出来以后 我就有名气 我有了名气 我就不担心 我不能发大财 2008年6月 王亮花了八万元钱 从当地渔民手中 买了二百斤花泥丘 进行人工培育 他用沙土 鹅卵石 瓷砖给花泥丘 打造一个防野生环境 一个夏天 王亮的花泥丘 都长得很好 王亮非常的兴奋 他仿佛看到了 成功的希望 但好景不长 一到冬天 王亮发现 花泥丘忽然大量死亡 而且每个死亡的 泥丘身上 还都有一个洞 死的有洞 要死不活的也有洞 没有死的还是有洞 感觉都是那个洞 是最大祸首 泥丘身上 怎么会有洞呢 水塘经过了严格的处理 不可能是其他生物咬的 王亮百思不得其解 2008年底的一天 王亮发现 这种泥丘身上的一个秘密 就是这个秘密 让王亮终于搞清了 泥丘离奇死亡的 真正原因 它那个刺啊 你看 这个刺 就是它的防身器 你看 扎手 花泥丘塞的两侧 有两个锋利的刀刺 平时看不出来 但如果这种泥丘 感觉到了危险 它就会自动张开 保护自己 我马上把它扎住 你看又出来了 又出来了 看见了吗 对 一抓住它就出来了 它是很硬嘛 对 起手啊 它跟那个针针一样 冬天天冷 花泥丘喜欢扎堆 这就导致了泥丘间的相互扎伤 从而出现大量死亡现象 为了防止泥丘扎堆造成死亡 王亮给泥丘设置了一个新墙 它把水池四周和底部都贴上瓷砖 水池中放上砖头 砖头上再盖上地砖 这个新家是如何防止泥丘相互扎堆的呢 如果是这样 它就有个缝隙 它就会挤压会死掉 如果把它放起 这个 它就没有缝隙了 它就不会挤压了 由于砖头和瓷砖之间没有缝隙 就不会像以前鹅卵石那样留下死角 造成泥丘的相互扎堆 而泥丘死亡的问题也就随即解决了 2005年底 王亮人工繁育出了花泥丘 消息已经传出 立马震撼到了行业内外 花泥丘给王亮带来了巨大的名气 同时也带动了其他泥丘苗的生意 到2012年 王亮的泥丘种苗 年销售额就达到了600多万元 一种大泥丘 他多少钱都不卖 他不卖呀 就是不卖 八年没有联系的一个人 他找来干嘛 他不认得我了 他如何瞧使妙招 找到一个新的财富通破口 王亮正在捕捞的这种泥丘 是一种特别大的泥丘 这种泥丘是台湾的一个新品种 与野生泥丘相比 同样生长四个月 这种泥丘要比野生的泥丘 大上三四倍 2013年4月 王亮第一次见到这种泥丘 就被震撼到了 这么长 两个手捧都捧不到 这么大 我想这是泥丘吗 王亮意识到 这是个新品种 是一个大商机 它当机立断 除了留下五十五水塘 从培育花泥丘外 其余二百多亩的水塘 全部换养成这种大泥丘 不仅如此 王亮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 这个计划一旦成功 王亮说 他的大泥丘前景将不可限量 今天就是这个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步 王亮一口气捕捞了五千斤泥丘 尽管现场来了很多养殖户 有的人甚至带着现金来 想买这种大泥丘 但王亮说啥都不卖 有钱都不赚 王亮这是咋想的呢 这事还要从两个月前说起 2013年9月的一天 就在这种大泥丘即将养成的时候 王亮去了趟连云岗 他要去那里找一个人 他是我养泥丘的第一个师傅 最后一次见你师傅什么时候 八年前 八年前见我呢 对 六百亿 八年没研计 王亮为什么现在急于寻找到这个人 这和王亮的财富计划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叫张家敏就是王亮要找的人 当王亮找到他的时候 张家敏自己都非常惊讶 很惊讶 为什么 因为多少年了以后没有以后联系了 他不认得我了 他感觉很惊讶 你是 我说我是四川的一个王 他说QQ老袋 王 一下子叫出我的名字 王亮 在王亮看来 张家敏就是他实现年销售额翻三番的 关键所在 联云港的泥球养殖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有名 而张家敏又是当地泥球行业响当当的人物 每天从他手里就有上万斤的泥球发往国内外 而这正是王亮所看中的 他们联云港养殖面积五六万亩 而且量也非常大 在我们国内谁都知道 我们这个二本部的基地把它养好以后 作为种鱼 然后再拿这个种鱼到我师父那里去 一下子大力发展 那个时候 那个量 数量 质量 全部就起来 王亮就是想借助张家敏的影响力 迅速把这种大泥球推广开 而张家敏对王亮养殖的大泥球也非常认可 两人一拍即合 他把他的技术带到连云港来 我们利用连云港的以后这个养殖面积的优势 我们进行以后合作 把这个疫苗呢 争取在连云港做大 做强 今天 首批运云连云港的五千斤种泥球出发了 这批泥球 承载了王亮的所有梦想 王亮告诉记者 有了张家敏的加盟 他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了 王亮五年没有做成的事情 大学生爱通 三天就办成了 这个王亮带来很大的触动 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 那么他还说 如果早明白这个道理 他的发展肯定不是现在这种模样 那么他到底悟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就什么广告之后 一起来听听王亮的创业问答 凭我自己的能力 五年都没办法做到 人家一句话就做到了 所以说自己的思路要开口一点 把心敞开 然后和同行要多接触 美国人的缺点有点都有 所以说如果把自己关起来的话 自己认为自己行 最终自己肯定没有别人家行 所以说要总结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合作创造双赢 闭门造车只会固步自封 这个道理不仅适合王亮 同样适合想创业的所有人 好的朋友们 想了解节目更多的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团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他七次创业 七次失败 他成了村民眼中 地地道道的败家子 都说他不成亲 所谓龙心说的就是败家子 他要是说是我家的小孩 我就小揍他一辈 真的没办法了 为了还债 他外出大工 因为一个商机 他又回到村子里创业 最多人是28万 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800亿斤 没人再相信我 我也没必要再去说什么 他抵押了住房贷款 决定大干一场 我说什么 发现把产品扒开 这个是什么 他发现的是个什么商机 又是如何实现财富梦想 谢谢大家